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興我來跟各位分享我的玩具啦 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呢 想必各位如果有購買的人 手邊應該都已經有拿到了 如果還沒有拿到的朋友呢當然呢 要購買之前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再去斟酌看你是否要購入 當然啦作為一個 Bumberbee電影獨立大電影系列的一個 狂派的四把手 其中一支啦 狂派的四天王其中一支 當然呢你不入手它的話呢 也其實還蠻可惜的啦 那當然這支是作為一個 Stewart Series的110款 這支獨立大電影的 Shockway震盪波 當然它在之前呢有推出過 像這樣子的一個小支的核心級的震盪波 這一支其實就已經還蠻好玩的啦 那這一支呢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 這一支的放大版 連變形結構都是差不多的放大 加強一點點版本 大小大概就像這樣子 因為這一支是放在 Volger Class 航海家級的玩具大小 所以它的大小大概就像這樣子 背板呢一樣是 電影Bumberbee獨立大電影的那個 場景背板 那一樣我們就不要看場景背板 放在旁邊 OK那當然呢 在我之前有購買過 我也介紹過 後面你看到的 背景的這三款 作為一個 Bumberbee獨立大電影裡面的一個 Megatron 然後那個 Shoutweb 跟 Starscream 天王星 當然這次就來介紹這一支 一樣 狂派的四把手之一 狂派的其中第一把 其中一把腳椅 那當然玩具的比例 各位看一下 拿之前的玩具來看 它的大小是都 差不多的 各位看一下 玩具的大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擺在一起看也是很OK 當然啦 個人是覺得 電影設計的美學來說 這一支跟其他 前面的三支 比較起來感覺就是 比較跳通一點點 這一支感覺比較 回歸自然又簡單 一些細節上面的 考究可能就沒有像前幾支 這麼的好 那當然一樣 震盪波來看一下 整體的造型呢 就是各位看到的 就很明顯的 就是在 以電影 以當年的G1卡通為主的 那個震盪波的造型下去 做一個 機械細節的強化 都像這個樣子 當然呢 一樣細部Detail 來看它的可動 眼睛呢 使用的是傳統的 這種 終於又回歸了這種 透光的一個 單眼零件 但是呢 因為這一支的透光性 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很好 所以眼睛的透光度呢 基本上沒有很出色 但是有做啦 還是有透光 然後呢 頭部使用的是一個 雖然是球型關節連結 但是因為球型關節 埋得太深了 所以它只能夠 左右旋轉365度 上下其實是做不到的啦 左右旋轉365度 那頭部這邊 後面就比較空 跟我的低潮女生一樣 永遠都愛 場景空 一樣這麼的空 那肩膀的細節呢 就是像這樣子的兩坨 很像天王星的那個東西 把它往後躺 這樣子 肩膀有兩個像這樣的細節 然後呢 手臂這邊 使用是一個很大塊的 紫色的零件 上面有做這種乾刷 但是只有乾刷一半 另外一邊就沒有 偷工減料 對不對 然後肩膀使用是兩個單軸 可以旋轉 如果當然不記這個 後面這個油壓軟管的話 然後它是可以 365度旋轉靠一圈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旋轉靠一圈沒有問題 然後呢 橫向可以平舉 大概到像這樣子 接近90度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是坐在這裡 一個縫 手臂這邊有一個 橫向的旋轉關節 當然是如果 不記這個油壓管的話 我們另外一隻手來看 不記油壓管的話 是365度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手臂一樣可以折去 90度 沒有問題 拳頭呢 這邊裡面是一個球型關節連結 所以旋轉完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一樣是傳統的舊的造型手 他沒有任何的握持 不過是這種很漂亮的造型手 裡面就是一個凹槽 這凹槽可以拿 基本的5mm的武器 是OK的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就是這一隻砲手 就是他的一個標配 Shockwave的標配 Shockwave的標配 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軟管是軟的 像這樣子 軟橡膠的 OK 那胸口呢 這邊使用的是一個很漂亮的透明零件 但是呢 比較可惜的是 胸口這邊沒有一個狂派的Mark 這隻全身上下都找不到狂派的Mark 這還蠻可惜的 各位看到前幾隻都還有Mark 這隻身上就沒有狂派的Mark 比較可惜真的是找不到 然後一樣有做一些乾刷的處理 然後呢身上的機械細節就像這樣子 然後呢腰部呢一樣有一個腰部的旋轉關節 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轉胸一閃沒問題 後面這邊的背後這邊 各位看到這個脊椎骨這邊 跟屁壓骨這邊的那個機械細節 是做得很飽滿 跟前幾款的是很類似的 各位看一下 它的機械細節跟前幾款的這種是很類似的 這樣 然後呢回到正面 腰可以旋轉365度 然後呢 骨關節是兩個單軸 可以一樣做到前踢腿大概踢這麼高 後踢腿大概踢到這麼高水平 側開呢一樣可以開到這麼高 閃過這個手的零件可以側開開到這麼高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是做在這邊 因為這裡它是一個變形結構 所以沒有辦法 喔可以橫向旋轉拍誰 可以橫向旋轉這邊 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這邊也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當然這個關節呢它是 它不包含在變形結構裡面 但是它有特別做給你 這還蠻酷的 膝蓋呢可以彎曲90度沒有問題 膝蓋彎曲90度沒有問題 膝蓋呢可以做到一個前後 左右有一點點的接地 左右一點點接地 因為這兩塊稍微會卡到 左右一點點接地 前後可以做到像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啦可動性來說呢 如果你會玩可動玩具的話呢 這隻其實還是可以擺出 蠻帥氣的姿勢 不過呢因為它整隻看起來 就是這樣肥肥撞撞的很頓 所以其實光是站著就很帥了 不用特別讓它做什麼帥氣的姿勢 就是把這隻玩意的放大版 細節強化版這樣子 那看你喜不喜歡 如果你是一定執著要湊滿 四大天王的話呢 就除了買這隻之外 這隻也要買 如果不執著的話 當然這隻你就自己看看 那整體造型就在這樣子 那沒有的時候 我們直接進入它的一個 二十二個變形步驟吧 這隻有二十二個變形步驟 當然在變形之前呢 我是建議各位還是要看一下它的 變形說明書 雖然變形說明書很簡單 非常的簡單 基本上不看也沒有關係 但是呢還是建議沒有玩過變形金剛 或是新手的人稍微看一下 OK那沒了十二 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變形吧 那變形之前呢 首先你要把這個手炮呢 它從這邊給它拔下來 裡面這邊有一個卡扣是剛好接到這個地方的 扣進去 那接手炮的時候呢 這個手掌的地方 就是像這樣子給它收納進去 另外一邊我們也要再做一次 這邊呢可以打開 然後呢手你要收進去之前呢 這個拳頭的地方一定要旋轉 一百八十度 讓這個大拇指朝你這邊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凹槽 就是要讓你大拇指收納進去的 然後這樣子才能把這個扣起來 兩隻手才可以像這樣收起來 變成那個堵膜成金層 這樣 然後呢接下來呢 下半身的變形 我們當然上下半身分開變 下半身的變形 轉過來 背後這一塊把它拉起來 然後呢這邊給它做一個旋轉 到這個位置 壓進去 然後呢這邊給它 收納起來像這樣子 一樣這邊拉起來旋轉 收納進去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把它轉回來正面 這時候呢 就把它的腳像青蛙一樣 這一塊零件跟這一塊零件做一個分離 然後變成像這樣子開開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分離開開 變成青蛙隻這樣開開 好 來接下來呢 把它的胸口這一整塊紫色的這個零件呢 把它向這裡給它拔開 拔開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二重關節 你把它拉出來之後呢 這一塊整個壓到這裡 這邊有特別留意一下 這邊有做一個卡扣 這邊有一個凸點 對應到它的腳腳這邊有一個凹點 你必須把這個凸點對凹點這樣給它扣起來 好這兩隻腳呢才不會亂跑 這邊要卡扣也給它扣起來 然後轉過來這邊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凸點 對應到卡承這邊有一個凹點 給它組合起來像這樣子 好這邊就會做到一個結合 阿萊勒轉過來這邊 旁邊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紫色這個小凸點 跟它的小腿裡面這邊有一個凹點 一樣給它做一個結合 這邊就可以扣起來 這邊一樣給它結合扣起來 變成像這樣子 好阿這樣前面的變形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你只要把它的這個地方 向上抬 這一塊整個零件向上抬 然後扣住 卡一聲扣住 像這樣子就好了 好然後呢 手手這個地方 這裡可以做一個旋轉 這個單軸是一個額外的旋轉關節 轉過來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凹堆凸 結合到這邊這個凸 給它組合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凸點 這邊有個凸點 就對應到它的手臂裡面這邊有個凹點 扣起來 另外一邊再做一次 這邊有個凸有沒有 轉過來這個手臂這邊有一個凹 兩個凹 結合起來 然後呢 凸對凹 結合起來 像這樣子 最後的最後呢 再把這個軟管的地方拿起來 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根 凸出來的這個凸軸 把它翻出來之後呢 這個凸軸 壓好 然後呢 這個手炮這個地方 把它拉伸 它是個二重關節 拉伸出來 變成像這個樣子 整隻就變很長 好 看到洞 就給它倒下去 沒錯 這樣倒下去 好 那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步驟之後呢 這一款 Shockway的 變形結構就完成了 變成它的一個外星戰車 當然我們講過 前幾款 除了這台外星戰機 天王星比較正規以外呢 其他兩隻 他們的造型都是 後續給你的啦 就是設計稿有做出來 然後他們多給你的那種變形結構 主要就是只有機器人的外型而已 這隻也是一樣 就是只有設定稿上面有 當然實際上有沒有變形結構 它就直接隨便送給你一個 像這樣的變形結構 當然這隻Shockway的變形結構呢 就跟之前你看過的 不知道哪一個系列 它的變形也是一樣 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像這樣外星戰車 拍下去的變形啊 這樣子 那當然呢 這隻舊版的 這隻核心級的變形呢 差不多也是這樣子 我們一樣油油油就好了 不用進去變形 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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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油油油油完之後呢 這隻的變形 各位可以看到 跟這一隻SS110的變形呢 基本上造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在之前就有一個 這樣子的設定了 所以你變形 其實這張 其實就是拿到我 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當然只是顏色 配色來說 這隻顏色比較深 這樣子 個人是覺得不差啦 就是像這個樣子 反正就是額外送給你的嘛 喜不喜歡就看你個人的 那這一隻呢目前在網路上還沒有人 有把它變形成阿拉的那個造型 當然它在以前的舊版玩具是阿拉 現在不知道可不可以變阿拉的 應該目前沒有看到 這隻都有人把它凹成阿拉的 這隻還是沒有 這隻都有人凹成錄音帶的造型的 這隻就還是沒有 看各位網路大神的那個 的那個 巧手了 後面看其他的零件的隱藏度 大概就像這樣子了 喜不喜歡就看你們個人阿拉 當然這一隻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你已經覺得有這一隻了 我再強調如果你覺得已經有這一隻了 這一隻其實沒有特別想要入手的話呢 當然就跳過 如果呢你覺得這個 補齊四大天王你覺得很重要的話呢 當然還是要把它買齊阿拉 因為畢竟狂派是天王嘛對不對 四大領袖一定要買齊對不對 有密卡燈的怎麼會沒有音波 有音波怎麼可以沒有天王金 天王金怎麼可能沒有震盪波咧 就這樣子 那當然呢 可以期待 Bumberbee獨立電影系列的一些 後續的角色啦 還是可以期待他後續角色的一些 玩具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不糟糕啦 除了這種變形很簡單之外呢 其他 是還OK啦 還OK啦 我說過我不收集電影版的玩具 但是呢還是有留下來 OK那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OK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因為這支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好介紹的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喜歡呢 就自己上網去購買 或實體店家選購 那如果覺得 這支你覺得甘阿賽呢 影片拍的不是很好 就點個這樣子吧 那如果覺得我介紹還不錯 就點個這樣子齁 然後幫我做一個分享轉發 那結果我介紹的風格勒 是你教他 喜歡的這種風格很輕鬆的話呢 就幫我點個訂閱追蹤 隨時隨地看我發新的玩具分享 OK齁 那今天本來啦 很多人可能期待我會介紹 絕對落賽暴龍王 ES合金那一支 但是呢 因為畢竟還沒有玩熟嘛 對不對 因為昨天前天 前天到貨 昨天稍微玩了一下 然後呢 還沒有特別玩得特別仔細 所以就 不特別多講了 那那一支玩具 只可以先跟各位講齁 做一個 作為一個變形合體玩具啦 他確實是不及格的 非常的不及格 那當然 有些人會講說齁 技術力的關係 沒有辦法克服啦 什麼不啦不啦不啦 我覺得齁 不用去慕望幫玩具公司講這種 連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的理由啦 不要用童年再來 幫玩具的缺點做粉飾 我覺得不需要 做的不好就是不好 下次就不要支持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當然做的好的話呢 我們就褒獎 那那一支其實你們也可以知道了 烙賽了啦 爛泥扶不上牆 除非他加了水泥 這樣子 什麼叫加水泥呢 就是各位網友的鼎力支持 硬把它炒上天 這個就是加水泥 不然的話呢 他就是一坨爛泥 你再怎麼樣幫他 可能也沒有辦法飛到牆上去 他無法從普通的小麻雀變成火鳳凰 還是沒有辦法 各位照看齁 期待那支影片 當然 再強調齁 如果不能接受我幹狗玩具的人 當然影片就不要支持了 直接上一頁 裡面不要留一些很奇怪的留言 理性溝通 當然這支玩具 因為為什麼敢罵 因為我花錢了嘛 對不對 花了很多錢 你們當然有你們自己心中的一把尺 你們也可以決定說這支玩具到底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不好呢 你就用力的支持他 買十盒 懂不懂 買十盒去支持他 如果覺得我介紹的很正規 很公道 當然就點贊訂閱支持他 好不好 好啦今天這支 Sharkway 那個Sharkway 到這邊為止 其他都不講了 謝謝各位 蘿拉